花蓮市公所首度开办相声总指教师研习课程 由国家级的相声达人朱德纲担任讲师 带领国中小以及高中的老师一起来学习相声 而未来希望在校园里推广相声艺术 也训练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花蓮市公所举办111年相声艺术教育推广活动 总指教师相声研习课程 市长温嘉贤表示 在一直特别邀请到定居在花蓮的相声大师朱德纲 来解说相声艺术文化 希望总指教师未来可以在学校里推广 让更多孩子在口语表达上更精进 也可以学会欣赏与说话的艺术 那我们特别来举办相声的一个课程 最主要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就是朱德纲老师 那朱德纲老师也在花蓮来开办相关的相声社 那也非常多人莫名前来 那我们希望在花蓮也能够把相声这个非常 艺术文化的部分来推展下去 所以我们办了总指教师营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些总指教师可以在学校 能够持续推广相关的一个相声活动之外 也可以让更多孩子在口语表达的部分能够更精进 那未来我们这个老师营结束之后 也会有学生的部分 那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刺激 也能够有非常正确的发音标准之外 也能够学习到我们的国催号 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专才 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说话的艺术 111年相声艺术教育推广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总指教师相声研习 5月8号开课有5堂总共是10个小时 7月25号到7月30号还有儿童暑期相声研习云 招生最像是国小四年级到国中二年级的学生 预计只有24个名额 对相声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关注花莲施工所的官网 还有市立图书馆脸书本事专业 绝对慧欢事报道